我們看這題目 給定相似兩點 A和B 試問空間中能使三角形PAB 乘以正三角形的鎖點P 鎖成集合 為下列 哪一選項 那首先呢我們在 空間中 我們先做 一個 三角形PAB 這是正三角形 在這裡 那我們假設這邊長為A 這時候呢我們取AB線段的終點 假設是H點 然後連接PH線段 這時候呢PH線段 會與AB線段 互相垂直 也就是 PH線段長呢 是正三角形PAB的高 那麼 PH線段長 寫在這裡 這會等於 這是二分之 根號3A 那麼因為是在空間中 所以這時候呢 我們以 H 為圓心 PH線段長為半徑 然後呢 這 繞出一個圓 出來 那麼這時候呢 圓上的 任何一個點 到 AB 這兩點呢 都會保持 等距離 是A 那麼AB線段長是A 所以呢 圓上的點 跟AB這兩點呢 會形成一個 正三角形 因此 這樣的 所點P 所成的集合 為一個圓 我們這題答案是要選 4 這個答案 我們就想成功了 那 就 這些